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蜥蜓的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年充滿的,而我們今次開始講到 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聖靈充滿對於各樣侍奉的幫助 聖靈充滿對於各樣侍奉的幫助 而我們今次講到第一樣,我剛剛傳了一些文字給大家 就是幫助我們深度親近神,和幫助人深度親近神 就是說,我們自己可以深度親近神,也可以幫助別人深度親近神 譬如我自己曾經很多次我和那些人祈禱的時候 他們即時就說,立刻覺得很近神 即是即時感受到神的平安、興省、力量,覺得神很近 得到幫助,那這個是聖靈充滿的很大很大的禮物 在我未曾經經過聖靈充滿之前 那當時我是,即是以前我未經過聖靈充滿之前 我是自己可以讚美神有喜樂 但是呢,我不懂得怎樣去幫助人能夠進回同樣的狀態 因為,好像我自己都有很長時間去親近神 去讚美神,所以我會有平安喜樂 但是有很多人很煩惱的,有很多有問題 有各樣生命中的問題的人來找我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幫到他 即是怎樣幫到他 能夠在他軟弱的狀況去經到神的幫助和同在 即是我是沒有找到一個方法的 那我自己還記得那時候有些人 很多時候來我們教堂 就是他簡直是很嚴重的情緒問題 那我就是跟他聊天 那我為他祈禱都是誤性的祈禱 那之後基本上是差不多狀態的 那所以,即是我們都有一些 就是不知道怎樣做 就是幫助一些人 覺得好像做不到什麼樣的 就是他始終都是留在這個狀態 那但是呢,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就如果有人來找我有這個狀況 我就會告訴他 神很真實的,神是很想幫你的 他真的有能力幫你的 那如果他的問題 有些情況我就會先跟他輔導 幫助他的思想上的問題 或者他生命中的問題去輔導他先的 那但是有些人很嚴重 就是非常煩惱 很不開心 很情緒化 那時候我就會跟他說 我就說 不如我和你祈禱先吧 求神給你力量幫助你 那我就會叫他站起來 為他按手祈禱 那即時呢 他是很明顯的不同的 即時他很明顯得力 平安、輕盛、舒服 那我就告訴他 神是這麼真實 神這麼想幫你的 你聽神的話 你愛神呢 神是很歡喜的 他會繼續幫助你 面對你的困難的 那即是真的看著那些人幫助 這個是聖言充滿一個很大的禮物 有很多很情緒化 或者靈命很軟弱的人 我們除了跟他解釋真理 那當然其實大部分的情況 我都是先跟他解釋的 那我跟他解釋什麼呢 就是神很愛你的 神很想祝福你的 那我們全心全意 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穌的恩典 是可以得著神的祝福的 那我就會跟他講就是 你打開他的心 你真心渴望他 感激他 歡喜他 他就會更大臨在你身上 那聖經也有講到 按手祈禱是會帶來祝福的 那我就說 你想不想我為你按手祈禱 那他說好 那我說你站起來放鬆的人 心裡面想著耶穌幫你 愛著你 然後我和你按手祈禱 那在這個過程呢 我都看著他 有些人是會平安、輕省、舒服 那就有些感動 有些又有醫治 又或者是有邪靈趕出來 之如此類 那當然也有些人是沒有經歷的 就是真的有這件事 那我們就說 那你就算你沒有經歷 不要緊的 你繼續親近神 你投入去親近神 你會越來越經歷到神的同在 那也有些人 就是他 他自己就沒有留意到有什麼幫助 但是呢 他的身體搖動 那我就告訴你 那聖童有講到 約翰和蘇羅 看到耶穌呢 他們都跌倒 那如果在神強烈的同在呢 人可以跌倒 那又 就是神的能力可以影響人 那然後呢 就 有些人呢 他們 還沒那麼強烈的時候 就會搖動 那所以 聖靈是真的可以感受到 來幫助你的 那你想不想繼續 給神去繼續幫助呢 那這個是很明顯 很明顯的分別 那也有些人呢 他是有 憂鬱啊 很嚴重的情緒問題 那跟他祈禱呢 他即時覺得 那個人 送了 即時那個情緒是 好轉 即時呢 身體 又經歷一些幫助 那所以他們對神 更加有信心 那但是我都會跟他說的 一定你需要保持的 你要保持跟神的關係 你才能夠繼續得到祝福 如果不是呢 很容易呢 就是你因為 因為 按手祈禱的時候 是透過我們的聖靈充滿 神臨在他身上 但是他不懂得保持的時候呢 那他就會難於保持這個經歷的 但是如果他肯聽神的話 肯愛神 時時感激神呢 他就可以保持到的 那還有呢 都可以 繼續回來我們的聚會 我們繼續為他祈禱 那他呢 就會持續會經歷到神的幫助了 那這個都是我很多時候會做的事情 那我經文那裏呢 我們選用了 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 那裏就說到 我是布魯說你們是知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又常在你們裏面 者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你們 就不能做什麽 那所以這裏呢 是講到呢 就是 常在耶穌裏面的 時寫在耶穌裏面 那這裏的意思呢 就是跟耶穌有親密的關係的 那耶穌也都會常在他裏面 這個人就會多結果子 就會有果效 他生命 他會有聖靈的果子 也都會有侍奉的果子 他整個人 就會有果子 那因為 為什麼我們知道 不單止是包括聖靈的果子 因為 跟著那句 因為你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那這句話呢 我們就看到耶穌講的 不單止是生命的果子 或者是聖靈的果子 人愛喜樂和平那些 而是呢 做一些事情 就是為神做一些事情 因為來了耶穌呢 我們就不能做什麽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跟耶穌有親密關係呢 就能夠做到不同的事情了 那這個是我經歷聖靈之後一個 可以說最大的幫助 最肯定的幫助 能夠呢 即時幫助人呢 去經歷聖靈 那也都 任何人呢 他肯親人神 他又放膽去 他又處理生命 又放膽為人祈禱呢 他都會有類似的經歷的 那當然啦 就是越親近神多的 他的神的同罪就越大 越強烈 那而聖經也都有講到 很清楚講到呢 就是按手祈禱帶來的祝福 在馬克福音十六章十七節那裡講到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說身方言 首能拿蛇若 喝了什麽毒物又必不受害 首愛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那這裡呢 就講到呢 就是神是想 所有信的人都有神職的 信的人有神職除了他們 那就是可以奉耶穌命趕鬼啦 說身方言啦 那也講到另外兩樣 首能拿蛇和喝了什麽毒物 又必不受害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應該說到 受迫伯的時候被迫去做 不是我們去試一下 找一條蛇去玩一下這樣的意思啦 而是呢 在受迫伯的時候 就算有蛇攻擊我們 或者是人家逼我們喝一些毒物 我們可以祈禱神去醫治 叫我們不受害 然後就講到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由這個經文呢 我是深信 神是想所有的基督徒 都為人按手 可以帶來醫治 也都帶來經歷聖靈的 因為在試圖人傳 有不同的地方 講到呢 就是試圖為人按手 他們都經歷聖靈 那所以 所以他們能夠做到的 我們奉耶穌名 都可以做到呢 是幫他們 幫他們經歷聖靈 或者是帶來醫治 心靈的醫治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有的 神給我們的禮物 和權力的 那這個是會帶來很大的祝福 那跟著呢 第三處經文就是 試圖為主演八章十七節 試圖按手在他們頭上 他們就受了聖靈 那這裡就講到 按手 叫他們經歷到聖靈了 那以上我解釋的 就是講到 就是說 我們聖靈充滿的人 可以在靈命上幫助人 還有呢 按手祈禱呢 幫助人 經歷身體的醫治 心靈的醫治 邪靈趕出來 靈命更生 或者是經歷聖靈 各樣的工作 是 是 是一個額外的 恩典 是 就是說 比如在我們講 我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我是做不到這些的 但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這件事是常常發生的 好 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二牧師我想問呢 如果要自己聖靈充滿呢 是不是要很親近神 很愛慕神 聽神的話 那是否要做到這麼足才可以聖靈充滿呢 聖靈充滿呢 聖靈充滿呢 是跟神有一個高度的關係 高度的親密的關係 不是一樣 輕致可以得到的禮物來的 但是 我們這樣去明白呢 那你就會知道 就是 因為 譬如 我們 譬如在 《使徒行傳》記載 他們去找那些執事的時候 都是被聖靈充滿的人 就是說 不是每個人都去到那個層次的 如果按手祈禱 每個人都聖靈充滿 那應該全個聖靈教 應該全部都聖靈充滿 但是呢 他們說到就是要選 七個被聖靈充滿有智慧的人 那就是說 不是每個人都被聖靈充滿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 某些人 可以 經歷到 那 而 我們就有其他經文 譬如說 《薩姆基》上 九 十章 和十九章 都說到呢 薩姆要有一幫先知門徒 他們是 在那裡長時間在那裡讚美神 和受感說話 那就是 講到一幫人 是有強烈的 神的同在 那 然後 蘇羅一去到他們中間 就 立刻變成了新人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讓我們看得到 是這幫人 他們真的付出時間 去親近神的 那我們今天來說 也都很明顯看到的 有些人很明顯 他們很多親近神 他們真的有聖靈的能力 而那些小親近神 或者他沒有處理生命那些 是很明顯是很大分別的 就是 不是個個都能夠進入聖靈充滿的狀況 但其實神是想的 摩西有說句說話 是為願以色列人都被聖靈感動 都希望個個都是 不過不是個個都是 因為人和神的關係是有層次的 有不同的程度的 有些人是 就是 就算耶穌講到一個比喻 講到殺種的比喻 有些是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就是有不同的程度 就是人和神的關係 那就是 是親近神的 那我之前有講到 就是怎樣被聖靈充滿 那我講出有幾樣的 我們應該做的事 第一就是 真心悔改離開罪 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悔改 是悔改離開罪 憎恨罪 那第二點就是 信聖經和應用聖經 第三呢 就是 信心 相信神很想充滿我們 不是覺得好像神不想的 是神很想的 神很想充滿我們的 於是我們就會有信心 然後就是 用心靈誠實 長時間的愛慕神 這個是聖年充滿的 可以說最重要的鑰匙 長時間的 被聖年充滿長時間的愛慕神 去親近神 時時刻 一路讚美神 但是誤性的討告 那個神的動作是不同的 就是我自己都有 就是去嘗試去示範給人看 我說 我用我的心靈去愛慕神 還有我就這樣說一些說話去祈禱 有些人很明顯感受不同的能力 所以我們是不斷地去用心靈誠實 敬拜神 愛慕神 整個心靈發出的 更加容易被聖年充滿 然後呢 第五呢 就是願意聽完神的話 完全順復神 尤其是傳福音 還有渴慕聖靈 渴慕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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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手祈禱 和聖靈充滿的聖會 是有幫助的 然後呢 就是處理生命 因為呢 如果不處理生命 是沒有可能被聖靈大大充滿 因為人的生命有很多的罪 那些罪就會爛了 那這個就是 我講出的方法 怎樣可以被聖靈充滿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呢 有啊 那因為很多時候呢 聖靈充滿 不是每個人有的層次 那如果我是未被聖靈充滿 我為人祈禱啊 幫人代討 那其實是不是出不了個果效的 一定有果效的 就是強和弱的意思 強和弱的分別 就是每一個人都一定有果效的 那越親近神明 就是如果我 我不是被聖靈充滿 那幫人祈禱醫病啊 祈禱他能夠平安啊 那就是這些都有果效 不過可能 就是那個果效沒有比聖靈充滿的那個祈禱 那麼強 是不是這樣說 是啊是啊 是很明顯的分別 很明顯的分別 譬如用一個例子 那個例子就是我們有時候在聖靈充滿的聚會 很明顯那些人是即時會感受到神的臨在的 即時會感受到神的力量 就是在聖靈充滿的聚會 那甚至有些人在傳統的報道會 尤其是大規模的報道會 很多人在這裏 很多人在這裏親近神的時候呢 就會發覺那些人很容易受感動 就是說在一個強烈的神的同在的時候呢 神是會更加大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個人 聖靈充滿的 另一方面就是集體 全部人在一起 都親近神 這樣的時候呢 也都會帶來神強烈的同在的 OK 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有弟兄姊妹 這個病想得醫治 就要找一個聖靈充滿的人 幫他祈禱才行 如果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的 第一他本身處理生命 他跟神有好的關係 建立跟神有好的關係 這個是他第一樣應該做的事 就是生命中有沒有什麼破口 他自己多愛無神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就算有人跟他祈禱 只是一下子之間的 是他自己長時間和神的關係 那這件事會帶來他的祝福 那也是弟兄姊妹一起集體的討告 還有有聖靈充滿的人的討告呢 是會更加好的 就是我們不要因為這樣而不去為人祈禱 不過只是說我們越多親近神 那個果效越不同 因為常有耶穌在裡面呢 就會結出更強的果子了 OK OK 好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有沒有人想分享 就是說你自己嘗試去做這些事的時候 神都使用你的 有沒有人有這些分享 沒事,我分享一點點 我分享一點點,麻煩你 我可以親近神 將來祈禱的那幾樣 還有時刻都可以 我家裡有空閒的時候 非得時刻都想著耶穌 我家裡的時候做過親近神祈禱 其實可以聚拜 所以我會做些氣 那 你那裡那個網絡很弱 你那裡的網絡很弱 一律一強 一律一強 那個神同在 還有我自己的靈命都不同 還有我自己現在 有參加那個教會 討告會 那些聚會 那些禮拜天那些 就是看到 我自己有感受到 我那個靈命和討告 各方面都不同 那些人都感受到 我一陣子 有參加你那個 夜晚一 二、三、四 早上我又有空 剛好時候又會參加個學習那裡 還有星期一下午 又會去你那裡學習 那就是我一直不斷地祈禱 一段時間 就是神現在你真是動工 剛剛我的教會 做了神在裡面 做了很大的分事 還有聽討告 剛剛三號那天 星期六那天 我教會 又有一個 在我當中附近 傳福音 整個教會有四十人 沒有試過 做什麼的 四十人 千步是 上帝帶領 新練動工 去行的 去祝福 去傳福音 去透過中主席 去提一些禮物 就是我覺得 是 心靈很強 你是去學習學武 和去親近神 一路一路這樣用你 就是你那個靈命 你一日都不同的 我就是 學習你這裡 還有星期日 最近我每個星期日 到兩點多多事 到你那裡去學習 去祈禱 去什麼的 就是 大國主那裡 所以 看到神你好 聽討告 還有很大的同在 又祝福我 還有祝福教會 祝福我 在那裡聯社 星期六個日 教會四十人 目視傳道的那些 大兄姊妹 沒有試過 幾十年 那些教會 沒有試過第一次 第一人出來 去屋村那裡 傳福音 還有 透過中主席 牌禮物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感謝主 感謝主 還有沒有人 就是說 去嘗試幫助人 去經歷聖靈 幫助人 那個靈命提升 心靈醫治 安慰這些 大家有沒有人這樣做 都有的 嗯哼 就是有些是抑鬱了很久 就是未必是抑鬱 他就是低層了很久的 子妹 那 之前有幫他為祈禱的 但之前我為祈禱 都是我為祈禱的 但是 就是 那時候呢 就是 那一下 他覺得很平安 但是 就 他自己 旗又旗不到的 就是 後來呢 我就發現 不是就這樣 我為祈禱 而是 我要帶祈禱 進入神的同在 那當 帶了祈禱 進入神的同在的時候 他的感受 感覺是 十分強烈 他就回應 就說 我已經很久 即是很久 是說幾年 沒有試過 跟神那麼近 這樣 這樣 牧師要開麥克風 喂 是 即是 這麼多年都沒試過 昨天有這麼強的關係 在徒弟怎麼經歷 最後一句我聽不懂 是的 即是他 因為低層了很久 所以低層的期間 雖然他有找人去祈禱 包括我都有 但當時是為他去祈禱 沒有帶他進入神同在 因為在電話裡 就這樣為他祈禱 有時他不想說電話 就在電話裡 那他是舒緩了 但是 當我邀請他 不如我祈禱 就不是為你一次事 去祈禱 帶你進入神同在 那是很不同的 如果帶入神同在 是非常 他馬上跟神連接了 OK 那你呢 就是 需要為其他人 當然我明白你的意思 怎樣帶人進入神同在 那你說一下你怎樣帶人進入神同在 嗯 我就 跟他說你 我說你其他時候 你嘗試想像你走到 去耶穌面前 我們一起一步一步走到 耶穌面前 然後我會問他 你 到了耶穌面前沒有 有時他說 我見不到耶穌 就見到 譬如有些光 然後我說 嗯 我們求聖靈引領 嗯 那 就是有時他又會見到耶穌 後來他也會見到耶穌 然後呢 我就說 嗯 那耶穌很愛你 他很愛你 那 然後就 繼續為他祈禱 就這樣 就是有個焦點 OK OK 那你用的方法呢 就是好像你 想像去走去耶穌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意思 是嗎 是啊 OK OK 那這個是方法之一來的 可以是這樣的 那就是 就是說 想像耶穌在那裡 我們走去耶穌那裡 這樣 是 方法之一 那 那可能 對某些人來說 是更加具體的 因為我多數都是教人 整個心靈 很歡喜神 很感激神 很喜歡神 那這件事呢 就會是 那個 我用另一個字眼形容 就是心法 那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心靈 那你用這個 就是圖像的方法 想像耶穌走去耶穌 都是一個方法 想人 走去神那裡 就是 想人去到神那裡 那都是有類似的 那我就會說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說 你想像耶穌在那裡 你走去耶穌那裡 那你的心呢 也都很喜歡他 很歡喜他 很歡迎他 這些就是心法 就是心在做什麼 我講心法的意思是 就是心在做什麼 就是心很喜悅他 很歡喜他 很需要他 深信他是最好的 這個就是 就是說 那個心靈 心靈就是 相信神是最好的 最美善的 這個是思想 醫治 決意 我來到神面前 我需要耶穌幫助我 那然後呢 就是感情 感情就是說 我歡喜他 我喜歡他 我拔著他 我很依靠他 這樣 就是說 你說的那個 就是用一個 實際的方法 去幫人 一個 具體的方法 去幫人 怎樣用心靈 但是我都覺得 你可以加上 那個 講到 那個心靈 怎樣去親近神 那我自己 都可以加上你的成分 有時候我都會說 你想像自己 跑去耶穌那裡 飛去耶穌那裡 就是這樣 但是我又未必問他 你有沒有看到耶穌 有些人真的看不到 也都感受不到 是毫無 毫無感覺 只是一個信念 耶穌在我們眼前 我們跑到耶穌那裡 那有些人會真的看到 或感受到 那這個是好的 但是有些人感受不到 那我就 會說一定要感受到他同在 OK 好 多謝你的分享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原來 就是帶人進入神同在 就是那個分別 就是說 不單止是 好像為他祈禱 而是幫他去愛慕神 幫他去找耶穌 去親近耶穌 所以呢 有時候有些人找我 去祈禱醫病的時候 他就說很多他的病 我說其實你不用說很多的 因為不是我醫你 不是我聽完你說 那你肚痛 我就用不同的方式去祈禱 你情緒問題 我用不同的方式去祈禱 就是我根本不是我講什麼 會幫到你得到醫治的 而是你和神的關係 所以我就會告訴他 其實你不用說那麼多給我聽 你可以簡單講你是身體的疾病 在哪裡疾病 但是有些人會講很詳細 我有哪幾個疾病 他說其實我聽完 我不代表我就說 你又頭痛 你又肚痛 你又腰骨痛 那我就會有不同的祈禱 雖然有時候是這樣的 那個地方痛 有時候在適合的情況 我會按手 或者請一個和她同性別的人 比如她是一個女性 我會請一個姊妹 為她身體某一部分按手 那這個都有時候 就是我會做這件事 為她身體的部分 但是有時候她講到那些毛病 未必是身體某個部分的 那譬如她失眠 那當然我都有分別的 那分別是什麼呢 我會幫她怎樣平靜 人輕省 放下一些煩惱 那這些是會幫人 更加容易平安輕省 更加容易睡覺睡得好 但是有時候 他們講很多的病 我們根本不是能夠 你什麼病呢 我就怎麼啟發 有時候有些人有這個觀念 你這種病就這樣啟發 那個病就這樣啟發 我來說 我就說 是我們親近神 神做祂想做的工作 神會知道你需要什麼的 神會做祂的工作 OK 還有沒有人有分享或者問題 如果沒有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也有些時間 在做另外一些事情 那我就會繼續下一點 下一點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再講呢 因為我現在都列出了 聖靈充滿對於我們侍奉有什麼幫助 那之前有講過的 就是心靈和身體的醫治 心靈的憂傷 煩惱 重膽 心靈方面的 或者情緒病 有些是身體的毛病 身體的疾病 那聖經有講到 就是說 神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來猶代一切悲哀 這個在以賽書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那也有講到 審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都是講到身體的醫治 那這個呢 就是在聖靈充滿之下 我們可以做的 心靈醫治 和身體醫治的討告 那我自己來說 我就不只是做討告 我也是幫他處理生命 就是說 他生命中 他對於神怎麼看法 這個是很多人呢 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很多人就會 他們覺得呢 神不太愛他 所以神就不幫他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就會埋怨神 就說神 為什麼你不幫我呢 為什麼你不愛我呢 甚至有些人會說 神你不喜歡我 你憎恨我 你放下我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那我就跟別人說 其實神是真的 詩恩祝福的 聖經這樣說 還有我們 信靠神的人 都一定經歷到神的 這種祝福的 神是真是 祝福人的神來的 祂不是 祂不是憎恨我們 祂想我們回到祂面前 那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是因為人很多時候 不懂得親近神 人生命有罪 很多人呢 他不知道 人的問題 是來自人的罪 和我們跟神的關係很軟弱 所以呢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有很多人呢 有些人甚至他有信耶穌 不過他信耶穌呢 信得來是怎樣呢 他只是說我信耶穌 不過他心裡面呢 就有些怨恨 或者他很少親近神 他對神也有些負面 沒有信任 信任就是信心 就是不會相信神是祝福的神 所以呢 他的生命裡面呢 很多的不好的事情 也都他那個處理人 和情緒的方法不好 就是他很多情緒 那時常受這些負面情緒的影響 和人交往也都是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他是不懂得去愛人 只是經常去埋怨 投訴 哎呀我很慘我很慘啊 你們都不幫我啊 那埋怨基督徒 你們都愛心不夠 有些人去到教會呢 就只是希望那些人 無限量地去幫助他 但是他自己又不肯去踏出 不肯去建立和人的關係 只是期望人無限量的幫助 那時候呢 他是始終會失望的 因為 就是不是 不是每個人不斷注目 在一個人身上的嘛 有很多其他人 需要幫助的 就是 不是每個人能夠去 關注每一個的 那也都事實上 教會裡面是有軟弱的人 有軟弱的人 不代表每個人都軟弱的嘛 那有些人就 時時地埋怨了 所以他們心靈裡面有很多問題 那在這樣的情況呢 我通常就會跟他說 就是 我們首先建立和神的關係 深信神想幫你 神想祝福你 但是同時我們都需要清理垃圾 就是我們裡面的負面思想情緒 對人的不好的看法 我們都放手 去親近神的時候 經歷到神的幫助 譬如很多時候我就會說 我和你先祈禱 那他覺得輕鬆了 我說 神正在幫你 那你就感謝神 你就多些親近神 因為我始終 給他一個責任 就是我們親近神 神就會祝福我們 那時候當他肯去做的時候 他就會逐步得醫治 但是如果他始終有一個觀念 那有時候有些人 他因為去過聖靈聚會 就見到一些人 說一祈禱就好了 那他就說 為什麼我不好了 就是神不愛我 那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我們其實都告訴別人 有些人即時好 不代表他以後 就是什麼都不需要做 他是一定需要付出代價 他繼續需要多去親近神 多去處理生命 他才能夠持續有不斷的醫治 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 只是給人歧討 就全部的問題解決了 我們繼續去幫人 去建立和神的關係 幫他處理生命 幫他用長時間 愛慕神 歡喜神 那有些人又說 哎呀我 我不懂得怎樣長時間 我怎樣祈禱長時間 那還有些什麼說 我說不是你說什麼 是你的心裡面歡喜神 喜歡神 那神的同在在你身上加強 所以我就傳那些祈禱錄音給他 你的心歡喜神 神就會繼續去祝福你了 這樣 以上我所講到的就是 就是怎樣我們輔導人 幫他心靈得醫治 身體得醫治 還有幫他處理生命各方面的 是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是回應 你先請教一下 如果當時人是病 那他會覺得他不明白 為何神令到他病 那我們怎樣解釋 就是我們幫他祈禱 還有看看他的情況如何 和神的關係如何 希望從中幫助他建立 和神更加親密 和更加依靠神 是的 但是他又遇到病 那這些位置我們怎樣去 再出一個比較合適的解答 就是人有問題 第一千萬不要賴神 我們告訴他 你埋怨神 因為神才能夠祝福你那個 人的 神是很美善的 神是很愛我們的 很憐憫我們的 是很想幫我們的 不過神祝福人一定是透過耶穌基督 就是說人必定是信靠耶穌做救主 和建立和神的關係 神才能夠繼續祝福祂的 所以我們就說 你深信神真是美善的 聖經講到神的美善 也都我們是經歷到神的美善 去幫助祂 更加信任神的美善 所以我第一樣幫是幫祂和神的關係 我不是第一樣幫祂祈禱先的 就是幫祂祈禱 所以祂好像覺得 就好像你就搞定了 你跟我祈禱 我的問題就搞定了 這個是一個錯過 祂一定是需要建立和神的關係 所以我就告訴你 神如何愛你 神如何關心你 而我們有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內心不好的思想 我們的罪影響我們 所以我們會有不同的問題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你 有些人他很持續負面 就是說他一直都很負面的時候 我說不如我和你祈禱 你覺得輕散一些 神在幫你 神是在祝福你 神是在愛你 神不是不要你 所以我們自己學習 我們怎樣去親近神 我始終是覺得 需要那個人回到神面前 而聖靈充滿的人做到什麼呢 就是當他仍然軟弱的時候 可以某程度幫到他 但是如果這個人 他那個思想是很負面很負面的時候 就算聖靈充滿的人 和他按手祈禱 他的經歷都不會多的 不會大的 所以我們始終都是說 你的心 投入感激神 愛慕神 神就能夠祝福你了 所以我一定是有這個輔導 幫助他 去依靠神 去感激神 他才能夠繼續得到幫助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所以首先我想和他解釋 神的尾線 和我們可以經歷 他如果都不是很相信 我就說你試一下 你相信神幫你了 那你就放鬆的人 我和你先祈禱 嗯 我們嘗試用這個方向去幫助他 謝謝二汶師 是的 是的 下一點就是 跟著就是我們 聖靈充滿對於事奉的幫助 就是帶領敬拜和祈禱會 那這個經文就是 詩篇二十二篇第三節 但是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或者做居所 神用以色列的讚美做居所 那這裡就說到 神是用我們的讚美做居所 就是說我們讚美神的時候 神就會居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就是說停留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和我們的讚美在一起 那所以 我們帶領人去進入神的同在呢 那個方法呢 就是帶領他們去敬拜神 去愛神 這個除了是 我們個別祈禱 我們個別和祈禱去讚美神 他也可以帶領敬拜 帶領敬拜去帶領人進入神的同在 那首先呢 就是 不要把自己的音樂的才幹呢 就看得很重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說 哎呀我唱歌不夠好聽的 我呢就 我都是不用得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個個為人祈禱 都可以和他唱一些詩歌的 那不用一定要唱得好聽的 那當然就是 最好就是能夠唱 不要走光音了 就是走光音那個人很難跟 就算小走音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就 就不要 也都不要這麼看重是不是走音 就是不是這個東西最重要 不過的確有些人呢 他唱歌是完全走光音的 那些人不知道他唱什麼 那樣 那我們都可以練習一下 去怎樣唱到 就是總之那個音 大家可以跟到 就是去到這個位就已經OK的了 就不用想到說 哎呀我要唱得挺好的 那而最重要呢 就唱的時候呢 就不只是唱歌啊 領敬拜的時候不只是唱歌 是帶領人去 歡喜神 去感激神 去愛慕神 那麽呢 那麽大家 如果你們上網看我的那些敬拜呢 我很多時候呢 就會 就是講到耶穌就在這裏了 耶穌很歡喜我們親近祂的 耶穌很喜歡我們親近祂的 我們親近祂呢 祂很歡喜 祂很大大的祝福我們 我們可以開心來到神面前的 我會用一些很真實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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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 即是很… 即是… 令到人們深信 耶穌就是在這裏 因為耶穌真的是在這裏 還有呢 相信耶穌是… 真是很喜歡我們親近祂的 祂見到我們親近祂呢 祂是歡喜得不得了 祂有很多恩典的 所以我會用一些比較真實的字眼 那什麼叫真實的字眼 就是好像這樣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 有一個人呢 很喜歡吃雪糕 譬如有一個人很喜歡吃雪糕 那我們就說 有雪糕吃啊 一起吃吧 這樣會是有那種興奮 有一種興奮 開心來叫人吃雪糕 那我就說 我叫人親近神 都是有這種興奮的 多謝耶穌 耶穌就在祝福我們 耶穌在一起 耶穌在一起 我們開開心心來到親近神 就是一種 即是真是很個人性的 就好像… 真是… 好像看到耶穌走過來 但事實上我們是沒有看到的 雖然有些人可以看到 就是深信耶穌就在這裏 我們現在走過去祝福祂 對不起 我們求耶穌走過去祝福我們 我們去親近耶穌 我們歡喜耶穌 我們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即是用一種很真實的 就好像這個人走過來 就好像…我用了另一個比喻 譬如有一個人等另一個人 在飛機場那裡等你一個人 然後有人說 咦?他走過去了 那些說話就說 他走過去了 他在走過去了 他在出來了 他看到我們 他在笑著 握手了 那會用這些字眼的 但是很多人呢 有些人用的字眼是比較正經一些 正統一些 這些我不是說他錯 不過呢 就是會… 有時候會難於令到人… 有那種興奮 輕鬆 開心 耶穌真的在祝福我們 耶穌真的在跟我們一起 耶穌真的在陪著我們 他難於有這種的… 很自然的深度的關係 這個就是… 我自己就覺得呢 是用一些… 就好像耶穌正在走過來 我們看到耶穌了 耶穌正在走過來 我們現在很興奮 很開心 這樣跟耶穌聊天的方式 來帶領敬拜 那我… 現在可以帶領大家一個敬拜 好的 好…我現在轉… 現在我們試一下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我剛才說的 令敬拜的方式 就是一個很具體 好像真的… 在這裡… 跟耶穌在聊天 耶穌在這裡… 出現 就好像我們看到他 我們走過去耶穌那裡 耶穌又很興奮又很開心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 回應呢 以後我們就會開始祈禱了 OK 是不是這個叫默想啊? 不是默想啊 其實我是… 直情 直情 直情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 幫助人很深信 耶穌就在現場 因為耶穌是無所不在的 知道 有深信他很歡喜 我們去回應 去愛他 去感激他 耶穌是很喜歡的 所以我們親近他的時候 是帶著一種興奮 就好像見到個人在機場出現 等著的朋友 他出現了 他出現了 那種興奮 就是有些情緒 感情的回應 認得 很真實 基本上就是很真實 真是耶穌就是這裡 很深信耶穌就是這裡 OK 好 算不算好像比德這樣 混由障礙 不是混由障礙的 我們沒有出… 我不是說叫人 你要靈魂出竅 不是這樣的 而是相信他在這裡 自己要有一個強烈的思想 愛慕 親近殺 是的 相信他在這裡 相信 最重要的部分是相信人回應 好 知道 他真的在這裡 他真的很歡喜 看著我們在笑 但是很多時候 人是未必會這樣想的 就是 不會想到耶穌笑著看我們 是的 是的 OK 好 我現在和大家一起去祈禱 大家站起來放鬆的人 親愛天父 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你真美善 神是真美好的 神是極度美善的 神你就在這裡 耶穌你就在這裡 你看著我們 你歡喜我們 你因我們歡恩喜樂 默而愛我們 請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你很開心 看到你的兒女親近你的 當我們真心來到你面前 我們真心說神我需要你 我感謝你 我歡喜你 神是很開心的 神看到他的兒女親近他 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來到你面前 就放心 輕輕鬆鬆 神你一定喜悅 我們親近你的 你一定歡喜的 你一定回應的 你一定祝福的 當我們整個心靈愛慕你的時候 你一定祝福的 主耶穌你真好啊 主耶穌你真美善啊 主耶穌你真美善啊 你真好啊 你就在這個地方祝福我們 你真是常與我們同在 你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在圍著我們祝福我們 你是很想祝福我們 但是因為人很多的軟弱 因為人和神的關係不好 因為人的負面思想埋怨神 也都埋怨人 心裡面很多的苦毒 很多的負面思想 所以就很難得到神的祝福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很單純 好像小朋友一樣 見到耶穌這麼美善 耶穌祝福這麼多人 我們就深信耶穌都可以祝福我們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多謝主 就是說呢 就算我們未經歷 但我們見到別人經歷 我們就為他開心 我們就相信我們都可以經歷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面的信心 就不是說為什麼人家經歷 我們沒有經歷 而是深信別人可以經歷 我們都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感動和愛的 多謝天父我們享受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知道你一定很愛我們 主耶穌我知道你心心愛我 我的心愛無力 你們都可以經歷生 沛amet 健身 selbst ушка 作詞 啊 合念 神正勝 Yachaga 祝福 我的心 我們愛無利 額環境よろしく被 emotional 他說是我 沛ノ音色 耶稣 我知道 祢深深爱莽 我的心爱无力 祢是我一切 我是祢背面上报仇 也是祢眼中的同仁 我的心献给祢 完全属于你 我是祢背面上报仇 也是祢眼中的同仁 我的心献给祢 完全属于你 主啊,祢真好啊 我们知道祢深深爱我们 我们是祢背面上的宝石 是祢眼中的同仁 是祢所体重的 是祢很欢喜的 祢一定大大祝福我们的 祢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然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们可以深信你的爱 享受你的爱 我们可以的灵飞跑去你那里 深信你是很欢喜 很喜欢我们亲近你的 多谢天父 有祢真好啊 有耶稣万事足 有耶稣我们就整个人欢喜快乐 有耶稣我们就享受你 我们就欣赏你 我们就喜欢你 多谢天父 天父你真好啊 天父你真好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你真好啊 我们需要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喜欢你 有神万事足 哦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主帮助我们 捉紧你 心里面紧紧的 信靠你 捉紧你 倚靠你 扛住你 主耶稣 我们有你万事足 我们需要你 如果没有你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有你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有 多谢天父 神你真美善啊 我们欢喜你 我们享受你 我们依靠你 你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真理 是我们的道路 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有你就万事足了 多谢主耶稣 求主帮我们放下烦恼重担 放下不开心 放下所有的负面思想 让我们全心感激你 赞美你 赞美你 爱你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啊 哈利路亚 天父真好啊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欢喜耶稣 我们感激耶稣 我们喜欢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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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个都投入 深信耶稣 在我们眼前 个个都深信耶稣 在我们眼前 耶稣祝福着我们 耶稣帮助着我们 帮助我们 打开心怀 全心渴慕神 感激神 欢喜神 神你真好啊 我们喜欢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扛着你 我们依靠你 神一定欢喜 神一定祝福的 求主加力给我们 帮助我们 跟你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 事事 深信 你答应的 你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们 按手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你的里面 你都常在我们里面 你事事 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是圣灵的殿 是神的殿 所以我们呢 是必有神的同在 是神喜悦我们 欢喜我们 才会和我们一起的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你和我们一起 我们就欢喜快乐 我们就可以 更加进入你的同在 更加享受你 更加欢喜你 更加从你得力 感谢耶稣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感谢天父 阿里路亚 多谢耶稣 我们享受你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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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真美好 耶稣真好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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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有神万事足,感谢天父,来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首先,我带领大家 很深信耶稣在祝福我们 耶稣在帮我们,耶稣很开心 我们亲近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 开开心心来亲近神,是一种享受的关系 是信心,很重要就是相信 神真是住在我们的心中,神真是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们按手我们身上,OK?大家有没有回应? 回应是关于,譬如我们带领大家 祈祷,大家有没有任何回应? 我回应一点点,刚才你说一下 我一起去祷告,一起去 敬拜的时候,我感受到 那个是很大的圣灵充满,很平安 好像我的灵,我个人,你非得去神,你同在 又和你那个灵,大家一起灵你去 在里面你去,感受神同在,很平安喜乐 感谢神 感受到这里,还有看到圣灵 你很大的圣灵是火,看到那个热 圣灵是火,很大的充满 好,感谢主,多谢主,多谢你的分享 我也想大家明白一样的,圣灵是火 这个是代表性的语言 圣灵不是火,不过这个代表性语言 神是带着能力的 圣经有很多字眼的 譬如说,譬如说圣灵好像甲子 我们记得圣灵不是甲子来的 是好像,因为它飞下来的时候 好像一个白色的,一样的飞下来 飞到耶稣的身上,所以好像甲子 圣灵不是甲子来的 我们要明白这些象征性代表性的语言 figurative language OK,还有没有人有回应 这种的敬拜祭祷告大家 你能不能进入 我差点点,就是比刚才这样 你那个祈祷的那一刻 有时很强烈,大家一起去敬拜 我真的感受到那个热 新年很大的充满,感受到那个热 是的,没错 这个是没问题的 圣灵会带来热能 但是圣灵是火,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说话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圣灵好像火焰来到我们身上 圣灵带着能力来到我们身上 这样就会好些 因为有些人误解了以为圣灵就是火 我们不想人误解 就是明白圣经里面 用圣灵与火和我们施洗的意思 不是代表圣灵是火 不过就是这个代表性的言言 好的,明白 明白 还有没有人想回应这种的敬拜 但是你们乖不乖 律师,我想问一下 那个哥利劉 他有彼得和六个犹太人 知道他们受了圣灵 他们是否只是听到他的方言呢 他们会不会看到有火在他们的头上 这个也看不到 就是有个火焰在他们的头上 就是圣经说 有火焰好像蝕那样 说到这样 好像初初那些信徒 有火焰好像蝕那样 这个是不是真的看到 看不到呢 就是圣经这样说 好像蝕头走到他们的头上 这个是五旬节那天他们特别的经历 那到底那天经历是什么呢 同哥利劉的家祈祷是怎样的经历呢 就除了说他们说谎言之外 是没有形容其他 但是没有形容其他 不代表他没有其他经历 但是我们不能够猜测 我们可以猜测 但是我们未必猜得准 当时他们经历了什么 不过我们只是知道 他们看到他们有圣灵临在的迹象 但是圣灵降临真的说明的 就是路加 真的说明那些蝕头 好像火的蝕头在他的头上 就是圣灵降临那时候 圣经真的这么说的 这个就是当时的经历 事实上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经历 都不是 可能真的 这个不是代表我们每一次经历 事实上 我都没有听过人说到 就是有火降到他们身上 是啊 是啊 没那么厉害 烤光到他的头上 是啊 那这个是当时的经历 火刺 所以我们要记得 火刺 我们要记实就是 历史性的经文 和神学性的经文 是不同的 神学性的经文 就是解释圣经 就是用一个真实 就是一个解释真理的方式 解释真理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得救本福音 直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 不是出于行为 那这些就是一些神学性的字眼 就是他用一些真实的字眼来到形容 就是解释一些神学 那经历性都是真实的 那经历就是当时他们的经历 比如说肥利 他和太监施洗之后 跟着圣灵将他提了去 那这件事是他经历 是有可能有其他人经历 但是多数人都没有经历的 这件事 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再发生 是可以再发生 但是我们就不能够说 是必然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 历史性的经文 我们是需要去判断 到底这件事发生 就是那个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 或者这件事根本我们不能够 预测的 就是譬如说 我们譬如能够走在水面上 耶稣说我所做的事 你都能够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那会不会有一天 有敌人追赶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走在水面上 这个可能的 不过我们真的不能够预测 什么时候会发生的 那这些是历史性耶稣走在水面上 比特历史性走在水面上 但是我们未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复 知道 这些是个别事件 知道牧师 是的 OK 好 那我基本上就问大家 就是这种的敬拜 大家会不会觉得是一种方式 你会想学习 你会觉得这样容易帮到人去进入神的同在 就是用一个很真实的 就是好像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在那里 这种信心 虽然我眼看不到 但是呢 我们有信心 信心就是我相信一个神答应 他一定跟我们一起 那我答应 相信这个 所以我就相信耶稣就在那里 耶稣在笑着 开心 看到我们 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这个就是笑 就是他欢呼 那当然有笑容 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开心到欢呼 知道牧师 这些是用信心领受的 知道 OK 好 其他人呢 会不会习惯到这种方式 也都希望大家学习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很好啊 我接受 嗯 好 感谢主 大家可以简短的回应 就是我知道 譬如有时候有些人 哎呀我不行啊 我 有些困难难了啊 那你都可以说出来的 那你很好啊 就是 你跟牧师 和大显姐妹 大家一起去享受 和那个讨告呢 是很大得着的 嗯 我觉得很好 有时候你是 你长做的那个 我都要投入了 那个失恋 同在很强 还有有时候 打的比拟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 不是那么舒服 真的可以释放到的 是很好啊 我觉得很大的得着 嗯 嗯 你能够集中到精神 好像你说的 就是我们只能够是 就是 就是虽然神就真的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 但是我们始终都是 就是 就是脑子 要想着 上帝现在 就是和我们一起嘛 那当然 在你的阶段 可能你已经是 很强烈的感受 但是对于 譬如我来说 就当然没有那么强烈 那变成了 未必能够 很长时间 那么就这样的精神 就是都继续 可以想象到 阿神也就是 和我一起了 这样 嗯 那这件事 需要一步步建立的 那这个 我们都 我想要一段 长时间练练的 我们都要不算 是 这个都是 需要时间的建立 那 但是当人 有信心的时候 好像小朋友一样 耶稣就在这儿了 就这样相信 嗯 在我来说呢 我不是想象一个图画的 我不是想象耶稣的样子 我是真是深信他在这儿 因为圣经说了他在这儿 我就是单纯的信这句话 耶稣就在这儿了 耶稣很欢喜的 一定很欢喜的 我就相信这句话 就是我每次亲近神 我都是这样的 耶稣就在这儿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就是我自己亲近神 都是这样的 但是脑你会是 在什么状态底下 我就是 因为基本上我 第一 我从不同的证据 圣经的预言 客观的证据 科学的证据 和经历性的证据 和我自己的经历 我知道神是很真实 和神充满爱 这些是我知道的 亦都在YouTube 我看到很多的见证 那些人去到天堂 看到耶稣 这些我知道神是真的这么好的 也都是圣经答应的 所以我就 已经信了耶稣是很真 和很大能 和他凡事帮我们 就是我已经信了这些东西 所以我随时随时 耶稣就在这儿 耶稣真好 耶稣我欢迎你 你又很欢迎你 我亲近你 我已经是相信这件事 我就会帮自己 那个心灵去到这个位 那个心灵去到一个 喜欢神的心态 是 但是老子就不需要想象到上帝 那个 就是当然没有人见过上帝 但是我们都在一些不同的途径 都有些的图片 那会不会都是 就是你说你的老子 不需要想着这件事 是吧 我不想着这件事 就是我不想把耶稣形象化 但是你的老子 你始终 我就是相信他在那儿 我就是相信他在那儿 但是因为人除了在睡觉 你就不会 就是理论上 如果你熟睡 你应该不会还在想其他东西 但是你其他的时刻 你一起了身 你就 那个老子其实都是 不停在想着一些东西 或者在看某些东西 或者在碰某些东西 但是你在敬拜的时候 那你的老子 你说不需要去想象那个画面 那你 其实你的老子 就是在想着什么呢 就是相信 耶稣就在那儿 就是我相信他就在那儿 因为圣经说了 和我们可以经历他 和我们奇珍土都可以经历平安兴生 所以我知道他在那儿 我相信和我知道他在那儿 我就 虽然我没有看到神 有很多人看到异象 他都 不会很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 总是觉得 见那一刻他就会 很喜欢 还有见那一刻 有时有些人都不会很兴奋 就是有时可能有些人的 情感是被封闭了 就是有些人看到耶稣 他不会说 哇!我见到耶稣 真的好 真的好 就是我不是每个人 听到那些人看到耶稣 都这么兴奋的 那也都可能他那个情感上 有些封闭 那我呢 就是单单信靠耶稣 我知道他说了一定是真的 那我就 就是 就是我从心底处相信 他真的是真实的 那我就是 我 我喜欢你 你一定欢迎我 你一定祝福我的 我就是在心里面相信 那我 而这样 而很重要就是 我从心灵发出 从心灵发出 这种感激神的心 我就整个人就轻省了 就是你 你的心 就是 发出那种感恩 但是 那脑 在你敬拜的时候 就不需要 去想象中 某些东西 你意思是吗 是啊 我不想象 我不需要想象 但是有些人 譬如好像 先有姐妹说到 可以跑到耶稣那里 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的 就是 可以用这些图像 帮助我们的 但是 我是没有用这些图像的 就是我 我是帮人那时候 你要想象耶稣在你面前 你跑到耶稣那里 那 就是有些人可能 需要这些东西 那我来说 我就是信耶稣就在那里 我就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耶稣那里 我就是信耶稣 我知道耶稣在那里 所以 我一想耶稣 我知道祂就欢喜 立刻回应 就算我没有出声 神都已经知道 所以我祈祷 我自己祈祷 我很多时候没有出声 我就是心里面 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神 我就是欢喜神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不需要用我们言语去说出来 是不是 我带领祈祷 我会用言语 但是我自己祈祷 我就好像心涌向神 飞去神那里 啊 这件事是很抽象 是很抽象 是因为我多年去做 那我一做 我即时是经历到能力喜乐 即时来到我身上 所以我变成了 我是很信任神的真实性 我曾经听过 就是有牧师说 因为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 那所以呢 有些人见过耶稣 有些人真的见过耶稣 就是那些死过的人 死过 有些人见异象见到耶稣 那他就说 其实他都不贊成 那些人 比如说 有些东西 就是家里 比如有些摆像是耶稣像 或者甚至一些挂画 有耶稣的样子 他说 其实都是那些人估计 是这样的样子 其实都未必真的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呢 如果你是一个 譬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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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些雕像之类 耶稣之类 之类 他说 其实这个 可能 反而变成一个 好像偶像 那样 不应该带在家 你怎么看呢 我也觉得 可以 是这样想 不过我又觉得 我看到耶稣像 我又不会说 耶稣就是这样的 那些 譬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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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不是 我尝试 我只是 我很多时候 我提到 那些 计划 我都能够 有些 耶稣擁抱我们 那我就觉得 就不是错的 不过 如果有个人 只想耶稣像是这样的 那他可能 将来会失望 那他想着耶稣的样子 也不一定是错的 不过 不要想着耶稣一定是这样,他只是想着有个耶稣站在那里,譬如他想象见惯耶稣那些照片,那些图片,那他就想象耶稣站在他面前,想象那个样子站在他面前,这样,我又会觉得不一定是错,不过呢,我就觉得最好不要依靠这件事,就是你有时这样想一下不是错,就是有时想一下,但如果他每次都想着耶稣真的这样一样的,我现在就 就来到耶稣面前,那这个就不太好,就是要完全靠这个照片 如果耶稣实际上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譬如在你的屏幕,你说不需要有这些想象,譬如我们这些屏幕要有些想象,那如果他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那我就日日都错了 那是可以说是错的,不过我又不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不过我们心中就不要想着耶稣是这样的,这个都是我会告诉别人,你不要想着耶稣是这样的,耶稣可以,就是完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我们不重要的,不过,不过,就是像想象耶稣站在那里,譬如有些图画,耶稣抱着个人,那你想象耶稣抱着我,那这个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都不是一个问题,不过就是不像形象化了,那和譬如我去耶路撒冷,有一样东西呢,我真的觉得那些天主教徒真的有些夸张 那对于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有两种看法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黑西,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外面的,那个黑西玛尼园,那里就很宁静的,就是很,是一个花圆的 然后有那个,大家都会见过那个洞,有一个石头,就有一个洞,那那个石头就已经没有了,那就是,好像有没有摆一块石头在那里,没有火的石头,我也不记得了 我去看看一些照片,然后呢,这个就很宁静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在那里祈祷,有些人甚至在那里,他可能有permission 用某个地区,在那里祭美神也有的,但是相对地呢,就有另外的天主教的那个虎老 那个虎老呢,他就去到耶稣被钉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教堂来的,他就说 那里就有块石头的,那那个石头呢,他们就说是 应该就是说耶稣,就是他从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把他的尸体拿下来,放在那个石头那里 那那些人呢,去到呢,不停摸啊,和石头,是摸到滑了的 但是那个情景和哈西马尼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景象 那里呢,真的那种迷信的观念啊,那种呢,那种呢,那种气氛啊 就是那种,那种,那种气氛真的不是宁静的,是很多人排队 就在那边,就去到呢,就不停摸啊,不停摸啊,不停摸啊,摸到那个石头是很滑的 那就好像很形象化,就是耶稣在这个石头那里摆过,所以呢,这里摸了呢,就可以得福的那种情况 所以这个都是,我就不是鼓励人用这些图画,不过呢,你想象,好像耶稣抱着个人,他抱着我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但是呢,就不要过分的去做 而是那个心灵呢,就是单纯的相信,耶稣就在我眼前,我看不到,但是耶稣在我眼前 我感谢耶稣,耶稣真好啊,就是这个出自信心的去回应神啊 神你真好啊,就是这个回应啊,神你真好啊,你现在跟我一起 是相信,祂真的跟我一起,那那个信心,为什么我会这么坚定呢? 就是第一,我是很肯定圣经的证据,我是研究很多,我知道神的证据 那你上网看,我也有不同的地方,讲到不同的预言应验啊 我也有个文件,讲得很清楚,圣经的证据啊 和我经历性的证据啊,都是这么真实的 那第二就是,我自己经历得这么真实,也都很多人经历这么真实 那我就也都,祈祷的时候,我自己得帮助,我也都为人祈祷得帮助 所以我很信神在这里,所以我不需要任何的辅助,我就是相信耶稣在这里 我就喜欢耶稣,喜欢天父,多谢天父,那我就这样进入 牧师,我想顺便问你,就是我近期去过一间教堂 他在教堂正宗位置,那个十字架就有个耶稣像 但是我的理解呢,是那些天主教堂,那个十字架才有个耶稣像 基督教应该没有的,是吧? 通常是没有的,那这个是不是天主教呢? 有时候呢,因为基督教里面都有一些比较,就是意识化的教会 有些意识化一些的教会可能都会有这样东西 就是我没有去详细研究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用WhatsApp问我那个是什么中派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教堂叫什么名字 那我查一查它是什么中派 其实呢,我们基督教一般没有呢 是不是因为说耶稣已经升了天 所以就不应该那十字架还挂着耶稣钉 钉在十字架那些,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的,这个通常都是这样的原因 但是同时,我也都很多时候说到有幅图 就是耶稣钉十字架 那这幅图呢,就只是被人看到耶稣曾经这样钉十字架 有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又不是错的 不过这个只是说曾经他是这样 但是长时间纪念,我就觉得应该是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那也都有个原因,就是基督教反对有象 因为天衣教是有象的嘛 那他就会,就是耶稣的象和一些圣徒的象 我们是不做这件事的嘛 OK,好,谢谢牧师 OK,好,好,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那求主帮助大家呢,就 就 和神有这个建立心的关系 如果你再有问题,你可以再问我的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那么,谢谢大家 每年一位 那么,谢谢大家 好好看 好,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